大统 这座极具历史风韵的文化名城 是中国历史上地位显著的古都和佛都 享有佛国龙城之美誉 大统位于山西北端 北控大漠 东连河北 平凡幽艳 自赵武陵王建成以来 两千三百余年 作为两汉明都 北魏京师 辽津培都 而名满天下 历史的变迁 在这块土地上 留下了众多精美的人文景观 自然风物和丰厚的文化底蕴 在1982年 大统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历史文化名城 北魏定都大统 由此席卷天下 问鼎中原 大统原荣 海内抑郁 日后三百年随唐盛世的伟业 早已在此奠定了厚重的根基 铿锵的凿击声中 武洲山的石壁上 佛光乍现 各色人等的喜怒哀乐 被凝固在佛陀 被凝固在佛陀 飞天和供养人的石像上 他们高于武藏 小步极寸 或正经微作 俯视人间 或载歌载舞 弄曲福贤 大统是民族融合的大平台 是佛教中国化的先行者 无论是北魏时代的云岗石窟 还是辽金时代的善化寺等 均堪称旷世金品 然而曾几何时 历史古籍 遭遇时代更迭的喧嚣 几近被自然和人为污染的不堪入目 为找回曾经的宿木庄严和重力几宽 大统全面启动周边环境的治理工程 不断拓宽文化保护的空间 唯有如此 方能重现佛国世界的辉煌大统